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没怎么得过第一 我印象中比赛最好的名次可能是大概就是12年前 参加那个大本营主持人的比赛 我得了第二名 然后第一名呢是杜矮涛 当时我觉得这当第一名真的太累了 而且真的没有什么用 大家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杜矮涛在大本营是不是跟我一样 还是一直在争到第一 它有什么用 而且那个时候吧 说实话刚去大本营的时候 就是每次我们从后面走出来嘛 有请主持人出场 然后五个人就走成一排 下面的观众 哇 何老师 哇 娜姐 哇 佳哥 没了 然后我们海涛就 现在不会啊 现在还可以 然后我们俩都很失落嘛 但是站了几年 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五个人又走出来 下面观众 哇 何老师 哇 那姐 那个哇 佳哥 哇 那个谁 哇 还有那边那个谁 我就下了接受吧 就是至少这也是一个进步嘛 直到有一天 我觉得哎 不对 为什么观众里面突然间有一个人喊 哇 杜矮涛 我就跟自己说不行 吴欣 你这个时候再不努力 你真的是太没脸没皮了 你必须要回去 好好反省一下 于是在下一次那个录节目的时候 我也仿照那个杜海涛啊 我拼命地用麦克风喊 呀 吴欣 我好喜欢你 这不是就有支持者了吗 而且这世界上嘛 我一直不理解啊 就是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态 就是我自己不想争第一 我不着急 他们着急 哎 吴欣 你怎么这么不努力啊 你这么长时间 你站在大北京这么好的平台上 你想什么呢 你每天在旁边晃 晃 晃 晃什么 我晃什么了 按你事了 然后就是大家就说那个 你为什么做游戏总输 你为什么总输 我自己呢 非常深刻地反省过这个问题 我想不明白 可能这个 是我的一种天赋吧 就是你看 谁做游戏 输得这么毫无违和感 输得这么让你心服口服 我觉得我仔细想了一下 可能这个就是 我在快乐大本营的核心竞争力 就是大家说 你在大本营待了这么久 你就是一个人生赢家 我今天要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 对 你们说的特别对 我就是人生赢家 爱输才会赢 然后这么多年的主持经验呢 我其实总结出来一个道理 叫做宁坐凤尾 不坐鸡头 就是快乐大本营呢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平台 这个确实大家都有目共睹 你在外面站着 其实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我走出快乐大本营 其实我也是很优秀的嘛 你否则为什么 那么多人请我出来做节目呢 他们又不傻 对吧 你 不信啊 不信 不信那个 要不那个 双刚老师下棋你 休息你去 我来这儿主持一下试试看 没事没事 别激动 我人生原则是 宁坐凤尾 不坐鸡头 我不来这儿 然后 其实除了这个主持呢 我没有想过当第一 在表演方面 其实我也没想过当第一 我就是爱尝试嘛 什么东西爱挑战 那我也没想到 就是比如说 前段时间内深夜食堂吧 就是大家看了 我在里边 充其量就是一个群演 我也没有什么 过多的这个戏份担当 但你说怎么 效果一出来 我还没有黄老师手里 那方便面演的好呢 我怎么就 就微博上评价我说 我演技输给一方便面 方便面算演员吗 他是道具 道具跟演员能比吗 有什么 怎么递死我 就是你不想争第一呢 但有时候 你也会成为这个 大家讨论的焦点 比如说像刚才 大家都说这个热搜榜的事啊 我确实是老上热搜 刚才那个谁说我是什么 组CP 飞飞飞说我是组CP爱好者 大家说谁上大本营 跟我组CP就能上热搜 其实我知道我这没那么厉害 因为大家跟我组CP的都是男神嘛 男神本来自己就是自带流量 然后呢又很红 然后支持者又很多 所以一下就上热搜榜了 你不信今天我跟李旦组个CP试试 你看看能不能上热搜 但是对了 你也没上过大本营是吧 梦想还是要有的 我期待你上大本营的那天 虽然说有点遥远 还有人说说那个 哎 无心这人吧 真的是挺无聊的 说挣了那点钱呢 全买热搜了 你看别人在那个微博上啊 买热搜是按天买 他包月买 然后呢他不光自己买 你看很孝顺 还给他妈妈买 我就想说 我真的没有那么无聊好不好 我生活中有那么多喜欢的东西 我还没买呢 我把钱花在这干嘛呀 我就想在快乐大本营 闷声赚大钱 不行吗 虽然说呢 我这个不争逼的性格 很多人会替我着急啊 但是也有一些粉丝呢 非常喜欢我 他们经常就在微博上 安慰我说 今天没事啊 我们真的不着急 我们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因为有些事 真的不是争就能争得到的 那个 这个话跟那个谁共勉一下 你现在还年轻 可能过两年就懂了 别 别把自己逼那么紧 没必要 开心最重要 然后最后我想说呢 其实很多人吧 把不争第一这个性格 归结为不努力 不上进 觉得你的人生 没有什么希望 但是我一直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是一个 一直在自己的步调里 不断不断地努力 不断刷新自己 这么一个人 所以呢 我相信 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人的性格来说呢 我们不想当第一 我们也不想当一哥一姐 但是通过我们不断地努力 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我们全新的自己 最后祝大家 在步中第一的这个性格范围里 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亲爱的年轻朋友们 大家好 接下来 我对对方便有提出的这个命题 进行一个简单的剖析 什么叫北上广爱来不来啊 这句话有道理吗 没道理 想一想 这是谁对谁说的话 北上广爱来不来 难道是北京上海的原住民吗 错 书记市长也不敢这么说呀 北上广爱来不来 你跟谁说呢 所以这道题目 当时一听我就火了 谁出的这么没逻辑的题 他们说张绍刚出 我也想那有道理 有道理 因为这个题延续了 他一贯的风格 是吧 完全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总是显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因为我这个身高 我很不喜欢别人 高高在上的看着 包括什么 北上广你爱来不来 这种话 是吧 你们爱听不听 但是我想 我个人的理解 应该是自己对自己说 扪心自问一下 北上广 我们爱留不留 因为选择权在每个人手里 对吧 你比如像我 一个资深北漂 当然我的北漂 跟很多北漂不太一样 因为我是被迫北漂 这我不是主动去的 因为当年呢 当然我不是为了吹捧和抬高自己 我当年呢 因为是保送北大 所以你想我拿到这个通知书以后 我很纠结 我在想去吧 那么远 远离家乡亲人 小伙伴 但不去呢 北大也还可以 真的呀 你想万一你要不小心收到个清华的保送通知书 你人生就毁了 就毁了 所以我也想北大还还可以 那就去吧 对 到了北京之后 你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 什么挤公交啊挤地铁啊 住地下吃啊 吃方便面啊 这所有的这一切 我都没经历过 都没经历过 因为在北大生活还是很舒服的 当然 后来本科毕业的时候找工作 哇那段时间 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个空当期 你是要租房 要在北京独立生存的 哇那段时间 我保送研究生 学校的宿舍呢 又继续延续了 所以又跨过了这样一段 是吧 人生当中的遗憾 遗憾 没有经历 所以我个人觉得 说到北漂 我给你们提三点 这关一定要过 第一语言关 因为你不说普通话 交流起来有困难 咱们原来有个同事 你还记得吗 有一期节目 他去采访 采访完了以后 因为找不到配音演员 他自己配的音 然后我们所有人审片的时候 他阴森的声音 从片子里传出来 这个存 只有一个看 炕上 炕上 有15个人 这15个人 每天干的事 就是打脸 我的妈呀 一个村只有一个炕 炕上有15个人 天天互相打脸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最后一翻译过来是 这个村 只有一个炕 炕上有15个人 他们每天干的事 是打痒 这期节目 审的时候咱俩都在吧 所以你要语言观过不了 当然我们不是说 歧视任何地方的方言 我会说方言 我骄傲 但是你要是说不好普通话 交流有障碍 工作效率会低下 所以遇到这种问题 你留还是不留 对吧 第二个问题 买房 当然我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分房 当时我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报到的第一天 紧接着我就去了房管科 一推门 那个老师 有事吗 你好 我新来的 有房吗 房管科老师 新来的 来来来来 进来 坐下吧 你想要多大的呀 还能自己选呢 我说 您这有多大的呀 我们这从一居的 到两居的 到三居的 还有一千平米演播室 要吗 我说一千平米演播室 我也不敢住啊 天天在我家开春晚 谁受得了 我说那就小一点吧 最小的也有 而且还有不同楼层 不同采光 不同风景 你要哪个 我说地下室就行 哇这小伙子 你还真不挑 好了 那就这么定了 排队吧 排队 我说什么意思啊你 说你看一看啊 中央台进来的 所有的这个职工 大家排队分房 我看看你前面啊 三百多个 你看你看 前面你排队前面的 还有你大姐 还有赵忠祥老师 你看赵忠祥老师 都排了二十多年了 对 我说那 那您觉得 我还有必要排吗 那个老师说 不忘初心嘛 等着吧 当然我也没等 因为很快 福利分房就取消了 后来变成叫货币分房 但年轻人说了 货币分房 你倒是给我货币啊 我毕业那会儿 北京最高的房价 最好的房子 大概五六千亿平米 我算了一下 如果你想住上一个 一百平米的豪宅 安居乐业 你要攒五六十万 当时我就按下决心 一定要回老家 太贵了 受不了 但现在呢 年轻人该说 那房价都已经翻了 十倍不止 你们老看房价翻倍 你们为什么不看一下 你们的工资呢 你们的工资也在 也在涨啊 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 工资顶天了三千 你们现在怎么也得 三千五了吧 当然 买房子这事呢 你也急不起 因为现在房价确实贵 但你可以买远一点 你比如北京买不了 咱买 铜县 铜县买不了 对 藏州 藏州不行 保定 保定再不行 咱白杨店 雄南 那边贵 那边不行 咱继续往下走 再往下走 就真回湖北了 那跟回老家有什么区别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你留 还是不留 最后一点 你的心态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藏龙卧虎 除非你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不然你真待不下去 我都遇见一个事 一个小伙子来送快递 一打开门 大哥 有你的快递 小伙子 里边我买的电子设备 好的吧 好不好 俺不知道 可能是好的 可能是坏的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讲 这个好和坏 它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你只有打开 盒子的那一瞬间 这个两种可能性 才坍塌到一种可能性上 要么是好坍塌到坏 要么是坍塌到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定理 叫学定恶的毛 我当时我就说 大哥我错了 我对不起 我耽误你时间了 所以你说 在这样的城市里 到处都是人才 到处都是能人 你能留下 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态 不忘初心 最后告诉大家一点 北上广 爱来不来 这句话按不同的方式读 它是不同的选择 北上广 爱 来吧 来 坚定信心 北上广 爱 来 不来 这是已经放弃了 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是第三种 北上广 爱 来不来呢 这个问题 那是学定恶的毛 你只有打开了盒子那一瞬间 你才知道答案 谢谢大家 安耐不住了 安耐不住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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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歌手胡彦斌 非常高兴啊 今天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人生没有撤回键 我觉得啊 人生没有撤回键 但是呢 在生活中啊 我们常常也会有一个某然的瞬间 我们想给自己重来一次的机会 是吧 比如我 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偶像型的歌手 别人家的粉丝啊 他都是 始于颜值 现于才华 终于人品 我的粉丝 始于才华 现于才华 终于才华 我特别想 有一个粉丝对我说 胡彦斌啊 你唱歌真难听 但是 我就喜欢你的脸 我相信啊 那个 我们的李旦 可能跟我有一样的共鸣啊 但 我喜欢你的脸 不可能 人生没有撤回键 但是呢 经历过了 我觉得就是一种财富 比如说我去过香港 我去香港的时候 那一年我才18岁 我可是两岸三地发片的唯一一个内地的歌手啊 和一大群明星在一块啊 好 那个时候演出啊 就特别特别的热闹 根本呢 听不见明星们的声音 因为下面全都是尖叫声跟掌声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 刘德华一上台 下面 哇 哇 是吧 然后 郭福晨一上台 哎 陈陈 我一上台 嗯 这一场唱完啊 只有我的歌声 最清晰 最嘹亮 不参有任何一点掌声的杂志 所以知道 为什么我的歌会红吗 因为听得清楚啊 后来啊 当然了 喜欢我的人也开始越来越多了 我还获得了一个称号 叫做内地周杰伦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周杰伦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激动 我就走上去跟杰伦打招呼 哈喽你好 台湾胡彦斌 我是内地周杰伦 后来哦 我就上了那个我是歌手 当时呢 我就问导演组了 我说 跟我一起参加的还有谁啊 他们就告诉我有韩红 有孙楠 跟我一起参加 我说那我得去啊 因为 在这个之前啊 我参加了一个比赛 南哥呢 跟我一起参加的啊 而且那次比赛我获得了冠军 我想这事可以有 是吧 而且 我必须得去啊 信心满满 结果 大家都知道了 韩红夺冠 孙楠退赛 胡彦斌淘汰 人生没有撤回键 无论你做的什么样的事跟决定啊 其实都有一定的结果和影响 像我之前啊 经历过的一段感情之后啊 天天就上热搜 搞得我都不敢发微博了 好 发什么好像都要被别人误解一样 比如刚刚张老师也跟我说这事 是吧 其实是这样的 当天啊 我答应给我的员工 一个员工给他加工资 然后呢 我就想发个微博调侃一下 我就说 哎呀 有的话 就是说了就后悔 结果一看的评论呀 话锋不对 赶紧撤 但是撤了也没有用啊 别人还是会告诉你 哈哈哈哈 截图我已经保存了 我还经历过一场那个车祸 元气大伤的事故 当时呢 我正好在赶在那个跨年啊 全国到底演出 碰的一声 就撤祸了 然后我当时呢 我就躺在那个单架上 我仰着头一看 全都是裤裆啊 人生有时候不能不低头 你知道吗 说真的 当时其实真的 希望人生可以有个撤回键 因为希望自己能够撤回到这个车祸之前 免遭自己一场大难是吧 但现在看起来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 人家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觉得那个后福啊 可能就是 你想开了不少嘛 在这个之后呢 我就经常登上很多的流行音乐的榜单 比如说 华语十大车祸现场啊 什么的 然后呢 别人啊 都是什么走音啊 然后走调啊 什么 到我这儿 直接触目惊心 所以啊 我胡彦斌才是一个真正经历过车祸现场的歌手 谢谢大家 我是胡彦斌 绕口是吧 上场三个人给架上来的 他们老是打感情牌 我怀疑他的腿是真好了 是 我告诉你绕口啊 你要那么不想上淘宝买拐 你下巴买拐你找我 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吗 大家好 我是大鹏 你不用丑了 柳妍没来 你要说绑架这个话题 我告诉你们 我啊 感同身受 我走到哪儿 别人都会问我 柳妍来了吗 我去宣传电影 一进那影厅 他 柳妍来了吗 前两天我回家 还有人问我呢 爸爸柳妍阿姨来了吗 其实 我跟柳妍的关系 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所以呢 本来我是因为避嫌 这个节目邀请我 我是不打算来的 因为柳妍不来过吗 不过呢 这个李淡 他威胁我 他跟我说 大麻辣事 我现在瞪大我的双眼 我告诉你 你要不来 我就在节目里面骂你 放歌了 这么干过这事 我欣赏我 我这么大个味儿 我还怕他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个节目呢 可以说是压力是非常大的 毕竟呢 2007年 十年前我就在网上已经主持脱口秀的节目了 那个节目叫大彭得不得 你们看过吗 那就好 因为他们都是小孩 是吧 孩子 十年以前这几个哪懂事啊 是吧 你们现在可以到百度上去查一下 大彭 董成彭 百度的词条 现在上面还写着 中国第一互联网脱口秀主持人 花了多少钱 当然这个百度也是可以自己编辑的都 我最近没空更新那个信息 但是我的资历摆在这儿啊 同志们 我今天我站这儿 我说不过你们 那不就证明我转行转队了吗 我呀 从主持人转行现在当导演了 我的第一部自己导演的作品 你们都知道也都看过 是一个网络剧 叫做 波斯男士 波斯 因为你们得给做那个 还不如我 要不然节目里还得花钱 很自然了 波斯男士 我曾经一度被认为 全中国 波斯的代表人 真的 有一天我走在这个路上 看到了三个东北大哥 玩大哥走过去了以后啊 就开始议论 哎呀 是不是那波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晚上呢就过来 把我围到一起 就说 哎 那个 波斯你好 咱们能不能和张影 我吧 说实话 说实话 平时呢 不出镜的时候 不会像现在这么啊 光鲜亮丽的 是吧 我那天有点邋遢 有点狼狈 我就不想跟他们合影 我说大哥 那个 也不方便 咱们要不改天合影 吧 我玩会儿三个东北大哥 温柔地问我 这个改天是哪一天呢 然后呢 我不仅单独地跟他们每个人合了影 还比心 我还给他们仨眼还合了一张眼 我拍他们仨眼照 那要我合啥呀 后来还加了微信 当然啊 是他们扫的我 我没扫他们 反正 最让我难过的事情是 他们加了我微信之后 他们还给我发红包 说这个是给我合影的钱 所以说 这个小人物 这个人物设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 绑架了我的生活 但是事实上 演绎那些小人物 其实只是我的工作 对吧 我最近呢 现在工作的重心 转移到拍电影上了 拍电影以后呢 又开始被票房绑架 马上 9月29号 要上映我自己导演的 第二部喜剧电影 叫缝纫机乐队 我正准备做宣传的时候 突然战狼2火了 人家这票房 60亿 奔着方向去了 后来呢 我身边有个投资人 然后就劝我 说大鹏 咱们也 不要再拍什么 新的题材 新的故事 你也跟吴京一样 你就拍续集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咱们那个 煎饼侠2 确实不太好拍 因为煎饼侠 故事已经走到头了 往后 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拍 那投资人说 谁 谁让你拍战狼3 我让你拍战狼3 我说这战狼3 怎么拍没办法拍 那吴京人咱要告咱们怎么扔啊 投资人说咋告啊 咱们拍战狼3 说有一个地方叫狼3 咱们搁那打仗 战狼3 我说是 我也可以找个寺庙 叫狼4 咱两部一起套拍 战狼4也给他拍出来 但是不是这么干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了想 我还是拒绝了 我不拍战狼3 我怕我拍完以后 人家逼着我捐款 绑架无处不在 我觉得咱也没有什么好讨论 因为你不让人绑架 其实也是一种绑架 你改变不了别人 怎么看我们 所以你能改变的 只有我们自己 就好像 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唱歌 而且我唱歌特别好听 你看你们 你看 你看你们又笑 你们又笑 我一唱歌你们就笑 所以呢 我最近拍了一部音乐电影 逢印记乐队 好吧 我在里面光明正大的唱 你们光明正大的笑 我才不给你们唱呢 收费 哎呀 大家好 我是举一座张召忠 我没有重名 你到网上去搜张召忠 只有我这一个名字 很奇怪 没有重名 有时候他们会叫错 叫张绍忠 带脚丝的啊 但是还好 没有人管我叫张绍刚 去年啊 就是我退休以后 参加的第一个娱乐节目 是最强大脑 到最强大脑以后呢 他们就 有个网站就采访我 啊 张老师 你说说 你这个参加最强大脑 有什么体会 我做电视二十几年了 我就挣了八斤的说 哎呀 我说我的专业是 搞科学技术武器装备啊 我说我们国家 特别需要这样的 科普节目 哎呀 我是最强大脑好了 说了半天 我给他说半小时 剪出来五分钟 全是鬼畜 那是第一次 我知道孩子们这么玩 我说我挣了八斤的 我一个海军少将 虽然退休了 但是将军还是在呀 你们尊重我一点 疯狂打扣 给我剪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当时就是第一次才知道 这是叫鬼畜 然后那些小编导都是 九零后啊 我就说 我说哎 今天晚上有我节目 四套海峡两岸 几点几点 我说你到时候看 啊知道了张老师 我从来不看电视 我说那你看什么 我到B站去 我说有电视那么大 为什么要看B站 那手机看 为什么 有弹幕 可以交流 这是第一次 我接触到说 不看电视 去看手机 刷弹幕 有B站 我说啥叫B站呀 BiliBili 啊BiliBili 他们把我的形象 弄成鬼畜 你到B站上全是看的 局做各种各样的 这个他们这种 鬼畜的 这样的视频 我看都特别喜欢 这就是孩子们 现在玩的东西 我天天上B站 我还是B站的up主 我B站 我B站将近80万粉丝 我说太少了 才80万粉丝 然后B站 我说你能不能多一点 然后他们说 我们可厉害了 我们站 我说那可厉害 到我工作室来 搞一次直播吧 那是在我工作室 大约还不到 80万粉丝的时候 他们来搞了一次直播 刷一下 他就把他们B站 给搞垮了 瞬间崩溃 我说闹了半天 你才这个水平啊 我说不过也差不多 我原来把新浪 99年的时候 把新浪整瘫痪一次 今年初的时候 又把腾讯 腾讯都给整 塌了一次 去年呢 有一个活动 在乌镇召开 我跟唐公强老师 在一块 我说这个 手机直播 知道吗 手机怎么能直播 不都电视直播吗 不都电视直播吗 我说有个B站 知道吗 不知道 什么叫B站啊 我说B站 有好多鬼畜 什么叫鬼畜 是鬼吧 我说是视频 我说你叫丞相 我叫菊座 咱们老哥俩 站了B站 鬼畜视频的半棉天 一个人一半 从那以后呢 这个我说唐老师 以后你要关注网络 结果听说他去年 到你们吐槽大会来了 对 进步了 有进步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啊 我知道很多东西 有些个东西呢 当讲 有些东西不当讲 有的人说 你这不懂装懂 菊座是懂 装不懂 对不对 穿着明白装糊涂 菊座你说说 我们有几艘核心天 一艘核心天 放多少洲机弹道导弹 那弹道导弹 能有多少分导弹头 知道 不说 打死也不说 他们就说战略 忽悠局局长 而且管我叫菊座 我说这个词不错 我就把它接过来了 所以我现在就成菊座了 那么黑我 比方说海带产潜艇 断章取义 我从来不解释 我从来不解释 我就自己做一海带包 背着 坐地铁 雾霾防击光 我就做了一个T恤 做了一个T恤 我今年坐地铁是第八个年头 最近才流传一张 我背着海带包 在那坐地铁的照片 我说前八年 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菊座曾经被别人黑过无数 你查遍网络 我从未解释过 我从来在网上没骂过人 而且从来没用过一次假名 注册过网上 全是真的 没有 今天穿马眼的 但是在网上不穿马眼 我就感觉呀 这个老年人 我们和年轻人 一代有一代的文化 我们要跟大家学会沟通 大家说你是怎么沟通的呢 我说首先要有爱心 要跟孩子们要有爱 我们小的时候就讲团结有爱吗 哎呀 一坐地铁啊 老弱病残专坐 我是到央视 坐地铁二十五站 我基本上从来没坐过 除非最后没人了 我再坐一坐 我说现在 咱们能不能反过来 提倡一下 老年人给年轻人让坐 从我带头 网友爱心还不行 还要有童心 我们工作室十来个人 基本上都是九零后 像今天你们 我来做节目 你们的前期跟我沟通的编导 都是九零后 你们在座的 这还是大学生 这还零零后 没有办法 现在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有太多的东西 跟孩子们学习 为了跟大家一块交流 我是2015年12月31号 注册了 橘座赵中微信公众号 今天中午12点 我的微信公众号 突破200万 我上台之前 我看了一下 新浪微博橘座赵中 刚刚突破 666万 橘座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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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物头起来 你说多好 这么多人 每天跟我交流 所以说不管 官当多大 职务又多高 都要有一个平常心 人性换人性 思量换半斤 你看我的书 我的介绍 都没有过去的辉煌 巨王椅 什么将军呢 教授啊 明人啊 老人啊 没有 我是一个兵 来自老百姓 一个退休老兵 我是局座 张兆中 大家好 我是沈梦辰 今天的主题呢 是不是同类 那就拉黑 其实我觉得挺没必要的 因为找同类啊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呢 自从有了互联网之后 找同类就 so easy了 现在啊 网上有各种各样的 兴趣小组 有前任式极品小组 有我就是爱傻笑小组 甚至还有张绍刚同号小组 我的天哪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这个设计上 居然除了我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深爱着张绍刚老师 于是 我就对他说 海涛 你的眼光真棒 海涛的眼光呢 真的是很棒 而且呢 他还非常的细心 因为之前 他不是在这个舞台上说过吗 他说 是我追的他 对吧 可能我追他的时候啊 追的比较谨慎 要不是因为海涛细心啊 我都发现不了 虽然呢 我很喜欢张绍刚老师 可是呢 我的心态真的没有张绍刚老师好 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自己的负面新闻啊 我还是会很生气 但是呢 我也只会生气一到两秒 我一般都会安慰自己说 沈梦辰 你要是为了这条负面新闻 生气的时间超过两秒的话 那今天其他的负面新闻 很有可能就看不完 心态比较好啊 有时候我黑得比较惨的时候呢 其实绍刚老师都会过来安慰我 他默默地掏出他的手机给我看 我一看 哎呀妈呀 骂他的两万多条 瞬间我就释然了 跟他相比 我这一万九千九百八十条 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我被黑的次数真的是数不胜数啊 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 网友不疼 媒体最爱 有一次 我发了一张 那个跟超模刘文的照片 放到了微博上 大家都知道对吧 因为这也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然后呢 下面的评论就炸掉了 很多细心的网友 纷纷跑过来留言说 沈梦辰心机真重 真会P图 哎 拜托 我说真会P图的话 能被你们看出来 那根线能往里歪成那样 我不要面子打 真的是 再说了 要是 谁心机重 会跟刘文合影 都跟斯文合影 好吧 还有一次 我去那个录节目 然后我上台的时间呢 靠后 于是乎呢 这一边的这个明星站的这个地方啊 我就站不下了 我就站到另外一边去了 结果第二天的新闻标题就是 沈梦辰因人品不好 被所有人孤立 好了我知道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惯例下去的话 那我今天上脱口秀大会的标题 应该就是 沈梦辰 杜海涛 刻意分开上脱口秀大会 以感情破裂 哎 此时不应该有一道雷吗 哇 反正我也不想去解释了 解释也没用 反正你们也不想去听 你们开心就好 其实啊 我身边朋友关心我的很多 他们经常会问我 他说 孟辰啊 这个 你被黑成这样 你不心痛吗 我不心痛啊 我心大 因为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其实呢 这个世界呢 是多元化的 不是同类 也没有必要拉黑 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剩下一类人的话 那我们该去黑谁 谢谢大家 我是不怕被黑的沈梦辰 那个 大家好 我是演员 王林 说到演员 很多人都会问我 他说 哎呦 王林啊 你们当演员的 演戏好啊 演戏好 那个 都不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是真的 什么时候假的 嘿嘿 你们生活中 是不是特别会演戏啊 那个 都是戏精吧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 演员对我来说 是一个职业啊 是上班 那个24小时 不下班 也挺累的 那再说了 如果我生活当中 跟你们演戏的话 你们给我钱吗 啊 给不给 不给吗 是不是 那生活中 就没有必要演戏了 当然作为一个演员 必须要认真 演戏的时候 要琢磨角色 需要很长的时间 投入在角色里面 前一阵呢 他们让我演一个皇后 我就很苦恼啊 我明明是雪姨啊 我怎么能演皇后呢 而且 演皇后的时候 那些什么 本宫啊 哀家呀 臣妾呀 这些称呼 我都搞不清楚 幸好刚才后台 我见着王刚老师了 我这个高兴啊 因为王刚老师 是一个古装系的老戏骨 我就去请教王刚老师 我说王刚老师 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啊 我在演古装的时候 我什么时候 才能够称自己为哀家 什么时候是本宫 什么时候臣妾呢 王刚老师想了很久 说 这是娘娘跟皇上的私事 奴才也不好插嘴呀 其实呢 我觉得演戏就是演戏 演戏跟生活 是完全是两码事 那我演完雪姨以后呢 很多人都说 你演坏人演得好啊 你好像没有演过好人嘛 你是不是演本色呀 你如果不是演本色的话 你那么狠 你眼里面那么狠劲 你怎么可能演得出来呢 我觉得其实版派挺难演的 我是一个温柔的小女子啊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导演总是让我骂人 总是让我演狠 就拿那个敲门的那场戏来说吧 那个导演说 你好好想想啊 那个 陆振华 你恨不恨他 你恨不恨他 你好好想想 我说那陆振华人挺好的 我干嘛要恨他 那就想想八姨泰 他把你的男人都抢走了 你恨不恨他 八姨泰也挺可怜的 王林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这样的话 这个午饭就不放了啊 全组人跟你一样没饭吃啊 我这一下狠劲我就出来了 我对导演说 好大的口气 就这么一整天 一边敲门 一边骂 整整骂了一整天 骂得我是精疲力尽的 那天拍完戏以后 我回家钥匙没带 我妈在家 我连敲门 我都懒得敲门 我这一抬手 我就想起我的台词来 你有本事抢男人 有妈 您没着本事 您真没着本事 当然还有一些 临时演员到剧组来 也挺难为他们的 临时演员嘛 台词功底不好 那我们就想出一个捷径来 用数字来代替台词 然后呢再配音 所以那些群众演员 演伤心欲绝的时候 就是这样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十 演深情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那个啊 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十 演心喜若狂的时候 就是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十 临时演员的台词老师 原来是数学老师 其实呢 在生活当中呢 我们应该尽量地真实 但是 前提条件是要尊重别人 我觉得智琳就做得很好 我们一起上真人秀 参加节目 她兢兢业业呀 从来不抱怨苦 但是我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克制不了自己的脾气 不过他们说节目嘛 大家如果一团和气的话 还有什么意思呢 节目总是需要一个 吵架的担当的 哎 那为什么我就是吵架担当啊 啊 那万一呢 万一我不吵架了 那万一我变得特别温柔呢 万一节目组看错人了呢 哎呀 想不到 节目组每次看人都那么准 其实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在生活里 我一直都在be real 我高兴的时候就尽情地释放自己 难受的时候绝不压抑自己 嗯 有人问我 在生活里到底是真一点好 还是假一点好 我会告诉你们 节目高兴 就好 谢谢大家 我是王林 大家好 我是华少 可以鼓掌了 谢谢大家 咱们今天说的主题啊 叫人人talk人人秀 对吧 这要贴题 人人talk人人秀 张少刚老师说了 这是我的前辈 啊 这么多年了 还没我跪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混的 算了算 算了算了算了 老师老师 老师您有点脱口秀精神 老师 算了算了算了 老师实话是说 您衣服还是穿的比我贵 赢了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算了算了算了 人人talk人人秀 人人talk那是一个特别好理解的存在 对吧 因为人人都会说话嘛 说话是人的一种本能 是一种生存的必要 但是人人talk 人人还要用talk来秀 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了 对吧 因为中文是非常难的 会说中文的人 都是这个地球上 智商最高的一群人 我看谁敢不鼓掌 知道吗 鼓掌的都要给唐伯投票 明白吗 要不然就是不诚实的人 确实中文太难了 你别看我现在是个主持人 能说会道的 能言善辩的 其实我小的时候呢 有点残疾 我说话特别晚 我奶奶一度以为我是个哑巴 她特别的着急 她带我去医院检查 后来结果出来了 证明是虚惊一场 原来是我奶奶有点耳背 后来的事呢 大家都知道了 我不但因为学会了说话 而且呢 还当上了主持人 而且还因为念广告呢 被称为了中国好舌头 我十年前也红了 没有吧 自从有了这个中国好舌头 这个称号之后啊 无论我走到哪儿 都有人让我念一段 很快的东西 其实我也挺烦的 我一点都不想念 本节目是由废游经常要 大小不去养宇宙养费老子号 京都念慈爱 独家光面赞助不出 为什么我广告 你能这么好 这么快 这么清新 因为我喝了 润废养费 宇宙养费老子号的 京都念慈爱 说的如果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 七个赞助商口播 我一下子全部都搞定 而且节目市场至少缩减一半 确实 确实是人 确实 感谢赞助商 你们让我再次证明了 我是中国快男 谢谢你们 其实啊 说实话 作为一个主持人 邵刚老师在下面坐着 咱们凭良心说 说话看没什么了不起的 甚至在我来看 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 因为咱们都知道 我们都说中文 中文的美 是在于它的意境 和给人的想象力 所谓的弦外之音 同时也因为它很复杂 所以我觉得 在talk这件事情上 说话这件事 咱们说中文 说话这件事上 最重要的 我觉得是分寸感 分寸感 大概就是 你遇到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场合 你就得说不同的话 在平时生活里边 我就很讨厌 这样的一种 讲话的开场白 我特别讨厌 有人开场白 用这样的话 有人就这样说 他说 你原谅我说话很直 或者有人开场白 他说 我这个人 说话不拐弯 您别在意 你发现没有 一般这样的开场白之后 后边都没什么好话 是吧 不信你感受一下 斯文你原谅 我说话很直 你就适合做个家庭妇女 你看第三名 建国你原谅 我说话很直 你就是个大胖子 唐多你原谅 你说话很直 你就是和讲脱口秀 你又帅又有才华 冠军一定是你的 我说话就这么直 大家感觉到了吗 是吧 即使我先申请了原谅 其实刚才我这么说 建国跟斯文 也一定不会原谅我的 但是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我就说了怎么办吧 让你们感受一下 刚才坐在那 我没有话筒 是内心什么样的一种胶着 刚才说的是一般聊天的时候 又比如说吵架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分寸感也很重要 吵架的时候你得直接 一个人争执的时候 你得直接 前两天我就遇到一次 我在杭州大街上 跟人争吵了一下 什么原因呢 对方开车 他硬要加三 导致双向车流都被堵死了 我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我下车我就 我就在大街上 我就跟他理论起来了 我说您怎么能这么开车呢 没想到对方特别凶 我就插了怎么样 我就插了怎么样 你有素质你排队呀 你吵什么吵 你不是一样耽误大家了吗 滚 我当时一下竟然辞穷了 我回到家 我内心非常的澎湃呀 我很后悔 我没有吵好这个架呀 我有很多厉害的话 我都还没来说出口啊 我一个著名主持人 我在大街上吵架吵书了 我可想把他找回来 为他看看快速念广告的视频 我让他知道 我是个口才特别好的人 当然了 吵架也分对象 对吧 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吵 比如说和我老婆吵完话之后 我也常常心潮澎湃 我也常常很后悔 我后悔 我发挥的太好了 越好吧 后果越严重 因为不管谁输谁 到最后都是我的错 对吧 而且通常我太太 还是一个中国有嘻哈的 忠实观众 特别喜欢您 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戴墨镜 看电视看不清楚 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狗哥 他经常跟我吵架 一边吵菜一边还说呢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 你上个中国有嘻哈 你到了家 你还以为你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 还信不信 我喷你一脸老干吗 让你知道 到底谁在管理这个家 哟 我听完这段话 我马上跪一下 Love and Peace Yeah 七个月 Peace Love 老婆 这么说你还满意吗 我爱你啊 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脱口秀 我也看过 很多脱口秀的节目 但这真的是 我第一次在舞台上 实实在在地说 因为通常主持跟脱口秀 还是很不一样的 语言的本质呢 我认为是 使用他的人的 整体的素养 体现了一个人 内心的真诚感 做一个脱口秀节目 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的梦想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主持好声音的时候 所有上台的人 都要有一个梦想 主持人也不能例外 汪峰老师 真的很严格 大家最近可能也发现了 近年来呢 很多节目的 这个总决赛呢 都有我 那我的目标 短期内呢 是做一个有分寸的主持人 代表着呢 我内心啊 就算我再喜欢一个选手 在主持舞台上 我也不可以有一点的偏袒 但是平时在舞台上 我确实是要尽量保持 公正压抑情绪 今天我特别高兴 今天我不是主持人 所以 是谁倒霉接 这么个节目的主持呢 算了算了算了 不至于不至于 这包袱是您自己贡献的 但我今天非常感谢 有这个机会 让我在舞台上 说出我的真心话 让我说一说 我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说的话 我特别想说 庞博你真的特别好 又高又帅 焦大毕业 高智商 爱提难 好了 导演组就交给我这么多资料 请大家为我疯狂的投票吧 谢谢大家 我是华少 现场的朋友 我是MC哈的热狗 大家不要再东张西望 不要再看了 今天阿岳没有来 我跟阿岳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年一起参加了 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 没想到很多人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真的觉得我跟他是一个组合 他们还帮我取了一个名字 帮我们组合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狗阵组合 What the B 很多人看了节目之后觉得 怎么张先生阿岳 好像都不太会讲话 作为他的好团员 好战友 老朋友 作为狗阵组合的另外一名 重要成员 我在这边 我真的要帮他澄清一下 其实阿岳在节目现场录制的时候 他其实讲了非常多的话 但是后来全部都被剪掉了 所以阿岳不是不说话 是不会说话 像我就不一样了 我就很会说话 不然你以为这个节目找我来干嘛 打酱油的吗 就算是酱油 我也是沾了芥末的酱油 好不好 还有人说 中国有嘻哈是一个盲选 因为我们几个导师 制作人都戴着墨镜 那很多网友也在说 他看了节目这么久 他从来没有看过我的眼睛 你们想要看我眼睛吗 你们是变态吗 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到底要干什么 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 我给你们看没有问题的 后面的学员你们好 大家照起来 照起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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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渴 大家好 我是克里斯吴毅凡 666为我的新歌疯狂打扣 微信转账的话就直接转给热狗 因为他比较穷 救救老残穷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戴墨鏡嗎 因為真的也是沒有辦法 你知道每個地下rapper 他們的那個態度 他們的氣焰 有多囂張啊 老子吃火鍋 你吃火鍋地料 你仔細想想 你不覺得這句歌詞 超級莫名其妙的嗎 我們素妹平生了 為什麼你吃火鍋 我要吃地料 還有人動不動 剛剛讓我等太久 我要把這裡給炸了 我們在台上 嚇得都快嚇死了好嗎 所以還好有這個神奇的墨鏡 遮住了我們無助的眼神 即便我們心裡面再怎麼害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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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你不行 其實今天主持人也說了 其實本來今天歐陽晉會來到現場 HIPHOP MAN RESPECT 其實我真的超級尊敬 HIPHOP MAN的 但是我也要在這邊跟老實大家講 其實我想真的 一開始我看到有一個人戴著面具 穿著奇裝衣服參加這個節目 我真的覺得人這個是不是頭腦有問題 是不是傻了 HIPHOP MAN 你沒有這個感覺嗎 沒有 HIPHOP MAN 沒有沒有 HIPHOP MAN 中奇有 我有 我有 HIPHOP MAN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傻了 HIPHOP MAN 你知道嗎 然後還講自己是嘻哈俠 我還忘家衛 但是沒有關係 後來他一開口 我就知道 這位大神 原來就是真的欧阳靜 你看他的技術 他的Flow 他的韻腳 他的表演 他的態度 最重要的是他的中文水平 這個也只能是欧阳靜了 大家都知道欧阳靜的說唱真的太厲害了 尤其他的BATTLE 他是BATTLE界的大神 他在美國參加BATTLE比賽 不知道幹掉了多少黑人 所以其實如果你叫我跟他比BATTLE的話 其實我肯定輸慘了 我想真的 但是如果要比脫口秀這種想垃圾話的 他也不是我的對手好不好 這個就是欧阳靜今天不敢來現場的原因 什麼護照掉了 什麼什麼的 都是騙子 嘻哈俠 我是脫口俠 今天我把你打得滿地爪牙 這種話也只能趁著他沒有來現場 趕快多想幾句 對 其實我真的有時候覺得脫口秀 其實跟說唱音樂是真的非常的像 因為其實我們的表演者都是不斷地講話 不斷地鋪陳 不斷地要丟很多梗出來 我真的覺得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你知道嗎 所以都是一種真實情感的表達 就像我們嘻哈的方式 如果你不喜歡一個人 不喜歡一件事情 你就用嘻哈diss他 脫口秀也是一樣 你看不慣某件事情 你就可以寫一個段子去嘲諷他 對 所以我常常在想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做個結合 一定可以寫出非常厲害的喜劇 你先用嘻哈diss他到哭 再用脫口秀把他逗笑 這不是就是傳說中的笑中帶淚嗎 我走上嘻哈這條路 其實還是很幸運的 當我在青少年時期的時候 浑浑噩噩 昏昏沉沉的 那一直到了大學就開始比較開放 比較自由 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了嘻哈音樂 當時候一聽到的時候 音樂就覺得哇 好酷喔 怎麼會有一種音樂是這個樣子 就好像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非常興奮 哇 她是我的菜 直到今天我還是依然初心不改 見到漂亮的女孩子 我還是非常興奮 2007那一年我入圍了金曲獎 你知道其實我那時候是一個 地下剛出來的小夥子 你知道我一個這麼酷的歌手 我怎麼可能去參加這種 無聊的音樂獎項 對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不想去的 然後你要看看台下那些人都穿著正裝 你會覺得跟他們格格不入很別扭 對 所以那時候我的老闆 他就拜託了我去說 欸 拜託熱狗 這是你一個很好的曝光機會 你可以踏入主流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就被他逼著去了 沒想到欸 我竟然還得獎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完全沒有準備得獎感言 這個是真的是爆料 沒有人知道我那時候 完全是即興上台 沒有準備任何得獎感言 然後最後我在台上的時候 我就只好說 欸 謝謝我的老闆 因為你 所以我站在這裡 不然我在網吧打遊戲 其實我記得我還說了一些 特別感性的話 我說我真的非常謝謝 也非常支持所有在Underground音樂 一直在做這個音樂的朋友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越來越好 越來越進步 賺越來越多的錢 也可以浮上主流 欸 你知道嗎 沒想到在十年後的今天 我的願望 我的想法 真的實現了 中國有嘻哈 所有嘻哈都起來了好不好 我也希望脫口秀 也可以跟嘻哈一樣 越來越受到人矚目 越來越受到人歡迎 我想這一些 不是為了要散情 是想要告訴大家 老子十年前就很紅了好不好 嘿呦 今天是我第一次講脫口秀 我可能講的不是那麼好 唉呀 不過無所謂啦 大家開心就好吧 我是差不多先生 不是嗎 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普遍覺得 沒有以前快樂 生活有很多的壓力 但是我的想法是 其實真的很多事情 不用太追求完美 有的時候感覺對了 氣氛對了 就會有一個粗糙的美感在 就好像這個節目一樣 特別粗糙 哈哈哈 但是你們每一個人不是都很喜歡嗎 欸對不對喔 對不對喔 你敢說不對 小心我diss你 謝謝我是MC阿都熱狗 最後呢 我要送一段說唱給我的隊友 憲哥 WOW 希望你等等好好加油 在我的加持下 你可以獲得冠軍 但是其實我歌詞根本還沒有寫好 但是沒有關係 差不多就好了好不好 WOW Hey yo DJ抓得冰喔 結果是幽默先生 他搞笑才華是天生 吐槽的都是真 但不代表他是個爛人 這喜劇般的人生 這個問題艱深 脫口秀先生 為喜劇事業而現身 吐槽的都是真 但不代表他是個爛人 但不代表他是個爛人 等大就不能再等 投票是要你們 欸 為建國打call好不好 好 我是MC阿都熱狗 謝謝大家 інbru 누가 awia咪哮 天生 やって 沒